芬兰的总统也不是一个冒失的一个人 他也很了解过去政治里头 某些他要加入 但是他必须对话的 所以他决定加入北约组织的时候 芬兰的总统直接致电了普丁两人通话 普丁对他警告 芬兰结束几十年的不结盟防务政策 将是一个错误 口气并没有太难听 而芬兰和瑞典 他们也明白了画下了一条红线 就是他不同意北约在他们的境内 部署任何核武或是军事基地 我加入北约组织 可是你北约的军事基地不可以在芬兰 也不可以在瑞典 尤其是核武设施 这等于是画下了一条红线 而普丁对于芬兰跟瑞典加入 似乎没有太激烈的一项反应 不像乌克兰对他而言是 孰可忍孰不可忍 这里头很大的原因是 并没有所谓的俄罗斯的海外后裔 住在芬兰或是瑞典 这个情况跟乌克兰不一样 乌克兰因为从16世纪跟俄罗斯关系就非常的密切 再加上1922年他主动加入了苏维埃共和国 所以列宁把一大片俄罗斯的土地都送给了乌克兰 倒不是说送给了他不甘愿要拿回来 而是那个土地上住的是几百年来 都住在那里的俄罗斯 讲俄语俄罗斯后裔的人 对普丁而言他一直活在一个状态 就是苏联瓦解的时候 有非常多非俄罗斯当地的海外俄罗斯后裔的人 在每一个苏联崩解的过程中 新独立的那些国家里头 被否认他们的公民权 被没收财产 被当少数民族无情地对待 他觉得他们忍受了强大的悲情 他们醒来那一天 他并不再活在自己的国土上 这个是普丁身上很强烈的一个亡国的悲情 带着亡国的这样一个悲情 他无限地扩大发动了这一次的乌克兰战争 那么这会不会适用在瑞典跟芬兰呢 从他的反应来看好像不会 美国军援的M77榴弹炮 出现在哈尔科夫前线 强大了火力 让乌军一路把俄军封回老家 但俄军似乎打了个运魂战术 尔科夫前线的习击 而主力却绕道往南 紧急进入顿巴士井内 上周俄军横渡盾雷茨克河的行动 遭乌军抚击 则准一个迎击战术局和装甲部队 当然这些讯息不会出现在俄罗斯的官方媒体 莫达里约诺克是俄军退役上校 目前任职媒体的军事分析师 他本周在俄罗斯官方电视台上 罕见的抨击莫斯科 因为胶着的乌冬战场暴行不保留 而乌克兰正在集结大量西方军员无知 俄罗斯的处境只会更加坚持 我们在全国的独立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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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论调在俄罗斯并非主流 但莫斯科高层也都心知肚明 自己所处的国际环境 这似乎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 莫斯科难以估计的政治效应 两个长期军事不结盟的北欧国家 申请加入北约 俄罗斯不仅遭到孤立 自身的地缘战略环境 更遭到挤压 随着芬兰和瑞典的加盟 波罗地海将成为北约内海 这等于堵住了俄罗斯 波罗地海舰队的出海口 这将让俄罗斯与北约国家接浪的边界增加一倍上 特别是俄罗斯经济中心圣彼得堡 距离芬兰边界近约170公里 几乎没有战略众生 完全曝露在北约的危险之下 俄军是否调整投入乌克兰的军事资源 进而影响当前的乌冬战局 这恐怕还有待观察 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对北欧这两个新成员的加入 要的并非只是短期的战略目标 一来芬兰的加入 将更有利于北约把反导系统 往战略前沿部署 再者以芬兰为跳板 将挑战俄罗斯在北极洋的 独霸丽威 苦心经营多年 具有经济与战略价值的北方航线 恐怕得拱手朗出 那关于新闻的新闻 新闻的新闻 新闻,新闻,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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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问题 这些国家 没有 这些障害 这些障害 这些国家 新闻 这些国家 不发生 但 这些国家 冻想起来 这些国家 我们将看起来 我们将看起来 不同于莫斯科其他官员 对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 提出针锋相对的动荷 普丁的谈话 似乎是为避免与北约直接对抗 而默认了这事实 但也划下了红线 尽管普丁这样的表态 有利于缓解局势 但在这场机体安全条约组织 成立30周年的元首峰会上 遭国际鼓励的普丁 更有益和盟友保团 也预定今年朝晚 将举行成员国的大规模军演 行硕与西方的集团对抗 但现在对普丁来说 最棘手的恐怕还是经济稳定 俄罗斯央行非常规的货币政策操作 最终稳住卢布免于攻盘 但这只是表象 在内部外汇管制与外户制裁经营下 俄罗斯许多民生用品短缺 价格爆炸 四月的通膨年增率到百分之七点八三 从下二十年来新高级路 这恐怕还不是最糟的时候 我预计算是最糟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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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糕 有很多东西的车货币政策 在西方的供應和工程中的供應 但彭博的分析也認為 西方對全面禁運俄羅斯油氣 能無法達成共識 而兼有供氣合約的 54家西方企業中 已有過半開設盧布的漲幅 此外保持重力的硬度 更趁機減便宜 對擴大俄羅斯原油進口展開談判 這讓俄羅斯的能源不怕沒人買 預計今年能源收入 只會更多不會減少 這都讓俄羅斯留有時間 解決自身經濟結構的問題 普丁近期密集召開財經內容會議 部署應被制裁衝擊的政策 他也知道 當前面臨的經濟困境 與西方各國是半組八兩 但要打這場長期的經濟消耗戰 西方借不掉的能源依賴 始終是俄羅斯最努力的籌碼